更加不OK,我不放OK,明白嗎? 我的curve這樣拉, 我的curve這樣拉的時候, 於是出現的情況, 我要評估一下究竟這件事 和市場和人民生活的對沖有多大, 人民生活必須的,市場要少, 人民生活不必須的,市場可以大, 這就是大家平衡的, 作為勝負你是管理的, 又不是交給市場管的, 交給市場去管理人民, 這個是錯的,我們覺得是錯的, 你交給市場是講錢的, 賺錢越多越要賺, 賺到每一分更加要賺, 你說為何要賺得那麼盡, 做市場賺得那麼盡, 我又不明白為何罵這些人, 做商家都賺得那麼盡, 我出來只是賺錢, 然後我說你沒有道德, 道德是有, 不過這個不是我用在這裏, 或者我有道德, 這個不是犯法, 正好說不搞笑, 就是給我賺的, 從這些邏輯, 不知道大家將兩天混在一起, 你有道德, 你不可以賺錢, 當然, 你說你要有道德, 你要有企業社會責任, 那企業社會責任是否我要賺錢, 規定我捐多少錢出去呢, 那你又不規定, 你不規定, 你不規定, 你超過一千萬, 十一奉勁, 這樣又不同啊, 你又不規定啊, 那你靠我個人道德, 我奉勁給, 哇,賺了十億, 好吧,我拿一元出去吧, 不要道德的, 大哥, 人家應該一元都不拿的, 我拿一元出來就不賺, 我怕獎啊, 是不是, 那你怎樣罵那個數是合理的, 一元太少了, 那一百元可以嗎, 都很少了, 賺一億, 一百萬吧, 哇, 你不規定, 拿我十一, 一千萬吧, 不規定, 我多辛苦賺了一億, 你要拿我一千萬吧, 不是, 香港市場, 阻礙你兩秒鐘, 一個嘔吐市場, 一個私捨市場, 嘔吐市場呢, 就是一種QPot, 給我們一點QPot,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生存, 為什麼嘔吐市場呢, 嘔吐市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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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全部都是為了內地人做生意, 一個尖沙咀, 你看一下情況,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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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跟他講的樣子, 是一樣的, 對, 他不是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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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完之後, 就我跟我說, 好啊, 給你發聲, 我們的民生, 就完全是施捨, 就是施捨的, 人民幣正在升, 我們港幣那麼下降, 因為你靠市場嘛, 不是市場, 這就是施捨的, 如果阿爺不施捨我們, 我們很慘啊, 其實我講的更慌流, 銀行根本沒有, 什麼而全面回歸中國, 不是, 其實我們很荒流, 銀行根本是沒有錢的, 全部都是二十年後, 三十年後, 五十年後, 計到你馮先生, 賺得不得了的錢, 是幾十年後的錢, 就是這樣,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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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究竟, 我們怎樣管香港, 現在政府就是大市場, 小政府, 我就用這個香港, 現在特區政府, 用這個思維去管香港, 我剛才說, 這個思維有問題, 大市場, 某些地方出現問題, 它全面都用大市場, 我就不同意, 而我有一個結論,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跟民生越有關, 市場味道越低, 同時, 跟民生越來越無關, 就可以, 全都給市場, 都可以, 那當然了, 一百萬的首飾, 我都不理了, 被你炒外匯, 炒股, 你炒吧, 無關我的事, 不可以, 全都給市場, 但是, 房屋呢, 大哥, 房屋, 我一直講話, 就是一餅兩面, 一面呢, 它是商品來的, 真是可以炒價, 另外一面呢, 我自己要住, 每家人都要住, 每個人都要住, 這個我必須的, 那當必須品和商品結合, 那時候結合, 你怎樣呢, 給不給我炒先, 不給, 全部政府都被炒, 全部是, 限家房, 現在三千六百萬, 五年之外, 是不是這樣呢, 還行不行, 全部都炒, 好像現在全部都炒, 一萬兩萬, 六萬多, 一千八萬多, 那個假的, 那就可以去到這麼高, 那我怎麼住呢, 這個矛盾就出來了, 於是, 你只給了政府, 股氣了, 又是有矛盾, 沒有了市場, 你正的市場做了, 又有矛盾, 人就沒得住了, 我覺得差了, 行不行, 那為什麼新加坡, 因為八成是早, 都這麼成功呢, 那個經濟呢, 它是不是成功, 你盤理判斷, 政府可能覺得, 政府就是失敗了, 市場那麼窄, 那樣小, 那樣小, 市場很小, 可以比到高的, 兩成是, 新加坡是兩成市場, 八成是政府, 但是為什麼它那些人, 安居樂業, 因為八成是早工, 如果你將它全部變成非市場, 香港可不可以這樣做, 你覺得, 可以, 你100%可以, 其實呢, 很多人跳頸, 所以, 你不需要你聽我說的, 你不聽我說的, 就死了, 其實, 一個政府, 你不是看哪個人, 在市場上, 採取了多少資金, 而是看那個全民的生活, 質素是什麼, 你聽完我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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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講那一套而已, 是的, 我嘗試, 我嘗試拿房地產出來說, 因為這個很, 很, 很, 很經典的例子, 就是一個很清楚的, 一個很清楚的, 一舉個例子給你, 你聽完, 一個很驚訝, 一個點營, 點營, 因為它這個, 正正是一餅兩面, 兩邊都這麼重, 同一個東西, 有些, 就是很清楚, 不是這樣, 有些, 是完全一面倒, 外匯一面倒, 為什麼我要幫你炒我, 炒你市場, 贏輸輸輸輸, 你就是, 蝕到, 破產你的事, 這些完全很清楚, 就是股票, 你炒, 炒, 炒完之後, 你不要賴, 你不要用我政府賠, 這是你的市場, 房地產不行, 我炒到五萬六萬一呎, 那我怎麼賣, 怎麼處理呢, 那如果你再任由它, 用市場的機制去處理它, 那便不行了, 你不是管理, 不是為香港人的基本需要, 於你服務, 即是政府, 那需要怎麼處理呢, 這個很典型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舉這個例子去處理, 我舉些例子, 那些例子, 就是很像不干預, 就是十足干預, 不過我只要舉些例子, 是很精彩干預的, 比如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拿100呎地出來買, 你猜你可不可以買, 這些在座, 起碼有三五個都可以買, 就是B了, 100呎就B了, 100呎地住都不住, 你睡都不睡, 骨灰也不擺, 擺骨灰也不擺, 擺骨灰也不擺, 擺整家人都可以, 明白有什麼意思, 可以去B了, 起碼你可以B了, 你B了多少呎, 多少呎, 1000呎一呎, 2000呎一呎, 3000呎一呎, 100呎就三萬元, 30萬而已, 我猜在座, 起碼三四五六個人, 都可以B了三萬元, 是吧, 3000呎我, 不便宜的, 我3000呎, 我1000呎, 我拿1000呎出來B, 我這裏就不是個個B了, 我拿10000呎, 我相信沒有人B了, 沒有人可以B, 我拿10萬呎, 小型發展商中, 小型發展商會變, 我拿100萬呎, 1000萬呎, 三大發展商會變, 即其他不可以B了, 明白嗎, 大家不明白, 我沒有控制市場, 我拿這裏出來, 還是拿這裏出來, 還是拿那裏出來, 原來拿哪裏出來, 其實是給那些人爭的, 明明這個道理先, 他買了, 他團職, 他不起, 沒得團職, 有個規定你幾多年之內要起好價, 現在是, 不是現在是這樣的, 舊息之後已經是這樣的, 現在是這樣的, 到是這樣, 一路都是這樣, 一路規定你幾多年之內, 譬如今天B, 那塊地, 通常是5年, 5年之內已經買了十貨出街, 不講福樂花, 你5年之內要十貨出街, 你不出街罰你錢的, 所以你這個不是, 不是現在的, 不是現在的, 很久的了, 舊息前已經是這樣的, 即應該那張, 必那張紙, 大家要明白我講的, 即原來我不需要控制市場, 我控制的供應, 是供應幾大塊, 已經控制到哪些人, 有得玩哪些人, 無得玩, 令市場活潑不活潑, 我在說這件事, 你罵我, 你罵我嗎, 你不記得利用這個市場嗎, 我拿塊地, 一萬呎, 十萬呎出來, 你這樣打, 我差一差, 六十萬呎, 脆嗎, 你明白我說甚麼, 李嘉誠罵我, 為何你們要拿這麼小, 整班矮來勾, 和矮去爭, 市場是這樣玩的, 差一差都大呎, 大面積就沒得玩, 只有幾個玩, 但我認爲, 你說大面積和小面積, 其實小面積是沒有樓市價值的, 我不合, 這個不合, 我只要告訴你, 哪些人可以參與, 市場是多人參與, 市場是多人參與, 如果市場出到, 千萬呎, 一千萬呎, 大家必定, 一個人… 感谢观看